破铜烂铁,鸡毛鸭毛,带换来了 这个穷小子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看着地上的窝窝头,他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 就在他即将要触碰到救命稻草的时候 突然从对面伸出了一只手,抢走了他的窝窝头 鸡毛追着那人下了火车,却因为饿得太久没有力气 被抢他窝头的小子耍得团团转 谁能想象到这个狼狈不堪的穷小子 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企业将 还带领全村人一起发家致富 陈江河就为了吃那一口窝头 差点把自己的小命都搭进去 鲁豫柱看着饿晕了的陈江河有些心乱 将他带回了自己的住所 我家,那人来过,你是第一个 陈江河一把将窝窝头塞进嘴里 连滚带爬得起了身 狱猪拿着陈江河随身携带的波浪鼓 一看做工就知道他是个手艺人 鲁豫柱对陈江河十分满意 决定跟他搭呼 陈江河并不打算跟他合作 马完人就准备走 结果在看到狱猪手上的堂食 突然停下了脚步 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很多东西都是无法直接购买 在南方的许多村子里 村民们都是挑着堂挑子 走街串货的换鸡毛 从而用鸡毛去换取价值更高的东西 而陈江河也出生以敲堂帮 所以一眼就看出了 狱猪是凹堂的一把好手 陈江河是他父亲沉津水换鸡毛时 捡来的孩子 被带回敲堂帮时 还是个强宝婴儿 这孩子跟我们乔大帮有缘 万会让他吃百家饭 穿百家衣 我们村 只要还有一个能够开火的 就不能让他饿着 这玩意是我挑着 堂皇鸡毛捡回来的 叫他鸡毛